好,大家好,好长时间没有时间,没有经历 你看现在就天黑了 这个上面来跟你们看一下上面的问题 最主要的是今天我打完电话之后看看说有没有问答 洗洗洗,我们这个美丽的可爱的大姑娘问我问题 我说今天再忙我也得上来回答这个情况 我在这些天里边着重会给你们讲日著是怎样的 八字里边新的一年里边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 你们注意这个收看 在这里边还有好多人很可能对八字各方面不太了解的 我现在试图想跟你们讲的就是让你们快速的迅速的进入到八字思维系统当中 甚至于你可能就是用一分钟的时间把你的生日输送到手机的软件上边 翻译软件上边就能把你的八字翻译出来 八个字 年,月,日,时,日干,金木水火土,甲乙木,丙丁火,物极土,更新金,人鬼水,你就知道你什么命了 那比如说这个要是今年你是更新金的命 今年是这个时商年,时商年马上开始的这个月又是时商透干的这个月 在这个两个月,二月份,三月份,杨历里边 你要充分的发挥你的这个才华,头脑 这个利用好你的这个气质上边的这个专业特长上边的 你的今年的好的运气 很可能在这两个月里边你的头脑发挥好的方面 这就是时神跟商官的作用,好吧 这个具体的细节上面你可以像希希他们是在网上问问题 这个问问题的话 同样新来的人可能不知道 我们在这上面你把你的八字反映出来 把坐标标好了 这个你问一个事儿 再报三个从一到九不含零的不重复的三个数 我呢争取还是呢这个再忙啊 我也上来这个回答你们 我要是回答不了的话呢 你们就在每这个周日的周六的啊 周六的北京时间的十点到十一点吧 这个我在马仙这边的做直播 你来上面问 在每周三的时候呢 这个北京时间十点晚上啊 十点到十一点的时候呢 我可能在山居问堡这边呢 去做直播 你们来回答啊 如果问的人多呢 我就争取呢 还是这个一两天啊 最多一两天啊 我来专门回答你们啊 希希今天问的问题是说 我十七号更五日的时候 上午十点有一个医院的 IT支持港的面试 想要看看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啊 心丑月鬼嗨日起的卦是 水则节 便 这个则天怪 好吧 我们现在是这样说啊 从水则节这个画像来说的话呢 在这个丑日害日里边呢 它的这个印星呢 这个是你找工作啊 在这上边的话呢 你穿一点这个稍微啊 这个素一点的啊 白色白色啊 这个金的颜色啊 这个可以啊 同时的话呢 你的这个在这之前的话呢 这个念一个口诀啊 四九零啊 四九零这个口诀 做一下我交给你们的这个观想啊 阳光灿烂啊 最好呢 这个要是面试的话呢 在网上面试的时候呢 你在这个旁边放一点金属的东西啊 金属的东西好吧啊 这个金属的我通常呢 是放一个指南针啊 指南针在这儿 其实我也不看的啊 在风水上边的话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这个可以忘金的啊 这么一个啊 是啊啊 好吧 洗一洗呢 大体上你的八字呢 要等到明年的四月份呢 运气各方面呢 才能做到基本上通畅啊 耐心的再度过这一夜两个月啊 零八零九说老妈是乙木的命 老爸是甲木的命啊 看看他们 看样子他们是天作之合了啊 我专门讲这个腾罗计甲啊 这个乙木背靠这个甲木好称凉 好吧 苏妍妍啊 这个鱼说我是乙木的命啊 开心天天啊 这个甲木比较笨 我哭了啊 这个甲木的命一点都不笨 但是甲木呢 他会有他的那种相对外形上边 各方面呢 有他有点小笨拙的方面 但是笨得非常可爱啊 这个好吧 这个S H说太准了 谢谢大爷的讲解啊 乙木的财官年怎么找 你要是乙木的命啊 从这个新的一年虎年里边 四月份开始准时到来 你这就是财年啊 这个财月啊 很多人说乙木里边 人云年没有见到财啊 银武须里边合成的都是财 乙木 甲乙木的命 比别的命里边 比其他的那个四命金土火水 占便宜在占在哪 一年十二个月份里边 十二个这个年里边 就是属相年里边 他比别人多了两个财库年 财库月 好吧 P F说这个马爷啊 这个我八二年 阴历是中央的出生 他八字没有翻译出来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说的啊 你去在你手机上边往上登录 把你的生日 你登录了 这就行了啊 知道吧 他这没翻译出来 去年十一月份失业了啊 他说的这去年应该是新丑年 因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这个他只要进入一月份 他就说是这个今年了啊 按照阴历上来讲啊 这个二月四号才是新的一年啊 老大十岁啊 老二三岁半 媳妇收入一般 在北京生活压力 每月要贷款不还 要还不知道自己能干点什么 前途迷茫 请你帮你职业什么 他也没有啊 报数也没说他具体的好些情况啊 八字没出来 我们就不知道了 好吗 像你的话呢 就是直播的时候 你在问我啊 CBJ简写 乙目很固执吗 乙目不固执啊 乙目是这个 相对来说啊 是在这个八字里边 除了人鬼水之外的话啊 最不固执的就是乙目的命啊 这个比较固执 是要是单纯的说啊 甲目 乌土 庚金啊 这都有他们这个固执的地方 炳火呢 炳火呢是有点宁 是有点酱啊 是吧 性格决定命运啊 能力其实可以啊 算实力派 适应能力强啊 谢谢啊 这个好 乙目他说呢 不能说是固执 但是呢 他有他顽强的意志力的方面啊 他的意志力会感觉让人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他是做事儿如果说是学习呀干事儿啊为了达到目的呀他有他那个固执啊这个坚坚守的那一方面啊好吧 L.I.李李说 马大爷 停 审准 女儿乙目生在卫月啊 眼睛长得和您很像 我靠 我们这个眼睛有点乳滑 知道吗 这个好吧 这个回头给您做干女儿 今天有点咳嗽 哎 炎炎这个月啊 好吗 乙目的人尤其这个月 炎炎脖子哪儿啊 这个不舒服啊 很多帮他的人是女人不求回报的那种 你女儿是 是啊 你是吧 很多女人帮乙目啊 要是男的啊 这个 头花还忘了 好吗 哈哈哈哈 大萌咪啊 乙目对照自己来看啊 美丽豆沙准 假乙目的女人缘太好了 前任真的是不计回报的去帮他们啊 欣欣说这乙目30岁了 还没有前任呢 这个后任还没有呢 得嘞啊 东京小妖 哎呦 东京小妖直播的时候没来啊 我这还想呢 我说这个东京小妖怎么没来啊 是不是又跑到这哭去了啊 你要想啊 大爷还惦记着你的啊 你是不是又得哭会儿啊 得嘞 呃 带新年好啊 这个P.O.说 后生现在想换工作想您看看啊 报个数吧 你八字为什么没拿出来 你把八字拿出来 然后把坐标写上就更好了啊 如果你现在说 我是在西安啊 这个我想换工作换个屁啊 是吧 738说这个数是晚一点到四月份啊 这个杨历的啊 四月份之后会更好啊 家里边的东 东 南 南 这三个方位啊 我是来自甘肃的一幕啊 丑医区又三行了 最近确实在感冒啊 这个前两天正在打游戏的时候还突然地震了下来我以为我沉迷游戏出了幻觉了 呵呵呵呵 你们甘肃那个地震是真的地震吗 真不知道啊 好吧 这个得嘞 这个大爷果然神准 慕命的人我果然中了啊 这个病毒了啊 好吧 最近很多人啊都中了病毒了啊 我们身边的人啊 包括这个我儿子怎么学校的人啊 什么什么很多很多中了 无所谓啊 这个这次的他也没有什么杀伤力啊 我们耐心的在家里边啊 这个多待几天啊 多喝水啊 多喝那个清净啊 多休息啊 这个当作是一场普通的感冒对待 我们别害怕知道吗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 别去医院啊 跟他们挤啊 跟他们弄啊 如果症状严重一点呢 当然你向医院去看一看 好吧 这个立春卦啊 看立春卦了 好了 你看 胖鸭我已经康复了一个星期之后 我又满血复活了 很多人啊 得着病了 还有好几个呢 都都那什么了 我昨天说这个 大姐说这个 嘻哈哈好像也中招了啊 这个还有谁来着 好几个都中招了啊 成子说 大爷赶不上直播 只能留言了 我儿子特别容易流鼻血 不知道什么问题 他的八字是丁有年 鬼丑月 鬼丑日 假银食啊 他就是啊 丁鬼相冲 好吗 给你儿子穿绿色的衣服 嘿 我今天为了给你儿子提前演示一下 先给你穿件绿色的 好吗 穿绿色的衣服啊 同时的话呢 给他多用热水 给他洗头 洗身上啊 然后呢 这个出了汗之后的话呢 这个在外边给擦干了 别让他在外边出汗 但是他本身这个命呢 又适合多活动出汗啊 这个多给他运动运动啊 17年的小孩 好吧 旧金山 361 都没说什么事啊 我们小时候流鼻血是很正常一件事啊 我们三天两头看着这谁的鼻子什么流血了 现在的小孩不大那什么了 我觉得跟这个小孩的运动量少有关系啊 好吧 这个得嘞 就到这儿了啊 这个我再到山居问部那边看一眼 再见